第11005集 没 没事 陈灵胆怯地看了一眼 不敢多说什么 陈家是生是死 现在掌握在你的手中 叶辰一句话 吓得陈家所有人胆战心惊 他们根本不怀疑 像叶辰这样的狠人 绝对说到做到 现在他们陈家的命运 都掌握在陈灵的手中 陈灵思考了一会儿 才开口说道 叶辰 算了吧 不管怎么样 陈家都养我这么多年 不过 以后我会考虑离开陈家 陈灵终究还是太善良 他也清楚 在家族利益面前 他根本算不得什么 最近经历大起大落 也让他成长了许多 好 既然陈灵不打算出手 叶辰也没必要再纠结 叶辰想到了什么 把陈灵叫到了屋子 好奇道 陈灵 你当初给我的储物戒 到底什么来历 储物戒 陈灵突然想到了什么 开口道 这东西具体用处我也不知道 只不过我曾听一位实力很恐怖的老爷爷说过 此处物戒里面的秘密 对新旧境之上的强者很重要 似乎能让那个级别的强者掌控本源 那个老爷爷的话太复杂 我理解不了 叶辰眸子一缩 也不强求 看来储物戒只有等他跨入星窍境 才可以知道真正的作用 叶辰把陈灵和马尘海他们 安排在陈家 决定先前往林皇族 陈家自然不敢多说什么 把陈灵他们当作祖宗一样供着 叶辰和牛老两个人在赶路半个时辰后 终于来到林皇族 一路上畅通无阻 来到大殿里面和林老讨论一些事情 如果要帮助林皇族 他一个人的实力终究太渺小 必须组建势力 沙宗现在太渺小 必须要足够的时间成长 而组建势力要找到一处势力之地 目前西域 叶辰都没有去想 毕竟在西域的话 他的仇家太多了 沙宗的成长需要一个安全的地方 组建势力他就不是一个人了 可以向之前随时地逃跑 野辰 罗刹海就是一处不错的地方 这个时候 林老在大殿上直接开口 在罗刹海里面并没有太多的强者 而且整个海面有无数的海兽 哪怕有人想要动手的话 也不太容易 对于叶辰来说 在罗刹海发展 目前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叶辰思考了一下 轻微点头 天灵岛 叶辰并没有想要占有的打算 主要天灵岛没有太多的物资 而且地面太小 叶辰想到马成海 他在罗刹海发展这么多年 肯定知道不少的地方 林老 这段时间 你们先准备一下迁移 等到时候 我找到岛屿 安排人来接你们 林老点点头 目前叶辰身边有牛老 他也能够放心 叶辰和牛老离开后 来到陈家 在一处房间里面 直接把马成海叫过来 马成海过来后 叶辰直接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 大人 目前罗刹海岛屿有很多 最大的就是血沙岛 只不过血沙岛有三个霸主 都是造化井一层天的强者 这些人做的事情 天道都看不过去 无比残忍啊 叶辰没有多说 三个造化井一层天 牛老自己一个人就可以解决 你做海贼这么长时间 把你的手下都叫过来 立刻进攻血沙岛 叶辰打定主意 决定前往血沙岛 至于血魂殿的事情 他并不担心 血魂殿最主要的是大陆 罗刹海根本不会放在心里面 目前他创造沙宗 需要一块地盘 血沙岛就是最好的地方 叶辰从修炼中醒来 一出门就看到马尘海 马尘海看到叶辰 一个剑步走过来 恭敬地开口说道 大人 目前我的手下 何道径五层天的强者 有两名 还有五名何道径一层天 叶辰轻微点头 相信马尘海的事情 已经告诉他们 他自己的话 也不需要多说什么 至于混原境 马尘海并没有说 相信也有不少 在罗刹海也算是一股不错的势力 叶辰把沙宗的势力叫过来 目前他这边何道境就有十五名 至于混原境 极其之多 叶辰看着众人 随便说了两句沙宗的规矩 目前来说 沙宗并没有太完善 不过他也不着急 要是叶陵天在灵武大陆就好了 到现在 叶辰诸多手下中 叶陵天是最懂他的 只可惜 现在叶陵天还在昆仑须 叶辰自然不知道 叶陵天和孙怡 已经来到了灵武大陆 叶辰来到血沙岛 看了一眼 果然是天灵岛的百倍 在叶辰的身后 马成海和梁雪月跟在后面 不仅如此 近千位混原境气势汹汹 当他们出现在 血沙岛外面的时候 大小势力的震动 都急忙回去禀告家族 对于这些小势力 叶辰根本没有兴趣搭理 这一次他主要的目标 是造化镜强者 血沙岛的霸主 从马成海嘴中得知 血沙岛三大霸主 各占据一方 成为三大家族 叶辰他们气势汹汹 所到之处 各大小势力全部都避开 毕竟叶辰身边有造化强者 核道镜强者也有不少 小势力根本不敢阻拦 此刻他们来到火家 叶辰站立在门口 身边跟着牛老 火老怪穿着一身鲜艳的红色衣服 不仅如此 他的头发都是红色的 不知阁下何人来我火家做什么 火老怪 目前就是火家的家主 一身的实力达到造化镜 在整个罗刹海都是有名的强者 收服你们火家 如何 叶辰他们想要在血沙岛站住脚 必须让三大家族沉浮 何况这三大家族 不知道做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情 叶辰此举也算是为民除害 阁下口气未免太大 我火家可不是任人欺凌的 火老怪眯着眼睛 眼神逐渐变得冰冷起来 牛老 你来对付火老怪 至于其余人 交给我们 叶辰话音一落 牛老在旁边点点头 整个人直接冲过去 叶辰大手一挥 后面的舞者全部冲杀出去 一瞬间战争爆发 火家在血沙岛霸占千年 第一次有人敢对火家出手 叶辰手持河道神器 面对一名河道径六层天的强者 岁月杀箭 叶辰整个人怒吼一声 随后爆发出一缕剑光 时间法则在他身边 不断地流露出来 一道极致的剑光 犹如闪电一般 骤然降临在 河道径六层天强者面前 恐怖的气息 骤然爆发在周围 在这一瞬间 叶辰的身影动了 出现在河道径六层天强者面前 一剑斩断他的脖子 河道径六层天 叶辰秒杀 在一旁的马成海 嘴角忍不住地抽搐一下 本来他一直跟在叶辰旁边 就是害怕有强者斩杀叶辰 目前他可是和叶辰 一条绳子上的蚂蚱 叶辰要是死了的话 他也活不了 只不过看到叶辰的实力 他彻底放心下来 战斗爆发 死伤不断 地面染成了血红色 杀戮的声音持续不断 战斗半个时辰后 一道人影突然落下 组长 这个时候 火家一名顶尖神军 悲痛地开口 火老怪现在已经彻底没有声息 仅仅十几分钟 他们的家主竟然死了 沙宗这边的强者一看 士气高涨 犹如打了鸡血一般 至于火家这边 内心只剩下恐惧 他们的最强者已经死了 这一战根本看不到赢的希望 投降 我们投降 也趁眸子一冷 看向众人 准备去下一个家族 同一时刻 在一处大殿里面 坐在上方的一名中年男子 一脸的忧愁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端木炎 也是端木家族的最强者 端木家族早就已经得到消息 火家已经覆灭 端木炎的实力和火老怪 半斤八两 连火老怪都不是对手 他又怎么是对手呢 家主 现在夜沉正在过来 我们必须尽快做出决定啊 其中一名长老开口说道 所有长老基本上都想着臣服夜沉 毕竟有一句话说得好 好死不如赖活着 唉 我们端木家族投降吧 端木炎说出这句话 仿佛整个人苍老了百岁 他端木家族在血沙岛生活了千年 现在竟然要臣服别的势力 端木炎目前的心情可想而知 夜沉来到端木家族后 端木炎很爽快地投降 并且拿出家族的宝物 种下神魂烙印后 夜沉也彻底放心 至于第三个势力 夜沉还未踏入 也是主动投降 尘埃落定 夜沉安排了血沙岛一处最高峰 创建沙宗 夜沉专门布置一个阵法 作为沙宗的护宗大阵 少主 目前沙宗一切已经步入正轨 只不过需要的资源太多 这个时候马尘海开口 目前沙宗的人都需要修炼 资源自然也就成问题 少主 我建议安排人手挖掘血矿 此刻端木炎站起来开口说道 血矿是血沙岛独有的矿产资源 他们端木家族之前就是开采矿产卖给西域 资源的事情 诸位不用担心 开采血矿 端木炎这件事就交给你负责 现在夜沉手中的资源有不少 能够坚持一段时间 目前 沙宗的造化境强者也就只有三人 面对西域各大势力 还是有不少的差距 血沙岛 夜沉并没有当作长久的发展 早晚有一天要进攻西域